江市長 不能錯過支持者的每一雙手 共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 到內湖閉山也參拜 里長當面抱怨陳時中的 內湖交通政策 所以他提的根本不可惜 仔細聆聽地方意見 畢竟這可是趁盛追擊的好時機 林志堅英論文風暴退選 蔣萬安緊咬民進黨再開轟 學術倫理 大學自治 在這過去幾週被民進黨消費 催殘 這才是真的夠 這一次是換奸不是換中 其實陳時中不用這麼氣撲撲 蔣萬安來消費這件事情夠了 不要說道路找不到 那沒有一些市政的願景 那就交好去消費個人 我想夠了 要擺脫綠營換奸陰霾 陳時中一句夠了啦 奪回主導權 把焦點拉回台北市政 新戰場先從柯文哲 葉克摩事件下手 柯市長在選舉的時候 也受過 曾經受過 所謂的一個葉克摩 跟器官捐贈的一些書 的一些困擾 這些事情都事關個人的名譽 沒有明確的證據 就斷然的下結論 都是不好的事情 陳時中他不要老是要激怒我 葛特曼案是你民進黨製造出來的假案 假案是要抹黑人家 你還敢拿出來類比 這實在是 我實在是 我實在想罵髒話 不 這種差不多了 你知道嗎 陳時中要主導選戰節奏 因為最新民調蔣萬安支持度 百分之二十八點三 領先他的百分之二六點四 黃珊珊百分之二四點四 拿第三 其中綠營支持者最死中 百分之八十一點四 挺成到底 首都選戰撕殺激烈 更沒人能穩做民調 常勝軍 正上航星鋪魚租採訪報導